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一週的GNN懶人包 第一張圖就是上週GNN有提到的大獎的部分爪哇諾 這一張爪哇諾的話是光屬性的龍主 全隊攻擊力7倍血1.3倍 隊伍中只有光屬性成員的時候 全隊攻血回還有額外的1.5倍 那你消除角色符石或種族符石的時候 全隊額外3.8倍 這邊可以看到一個全所未見的 把角色珠的倍功也加到隊長技裡面了 那接著我們也來看一下隊伍技能的部分 如果你是用這隻爪哇諾做隊長跟戰友的話 光屬性龍族成員進場CD-8 然後也會延長移動符石時間3秒 光暗星分別兼具其他符石效果 所以這邊星也是有被兼具的喔 那如果你發動角色符石的時候 必然延長移動符石時間4秒 無視黏輔敵技 那你有消到角色符石或種族符石的時候 無條件賣加六康啊 首批掉落的8顆符石 必定是光強化符石 再來主動技的部分是CD7可以發動 解除所有成員封鎖的技能 好這邊庫拉皮卡不再是光屬唯一解鎖卡 其實庫拉皮卡也不是解鎖它是防鎖 總之這邊又多了一張光屬的解鎖卡了 引爆星掉落光龍竹竹 那你每炸一顆就是回5000點的血 一回合內全體敵人攻擊力弱化99% 這一招除了可以高機率擋死以外 也可以在敵人身上附上buff 所以如果之後再遇到敵人身上要有buff才能造成傷害的 這邊就馬上一張自家卡可以用了 再來是葵內賽的部分 這一隻是水屬性的獸族 全隊攻擊6.5倍 水兼具25%其他伏食效果 這邊一樣心是有被兼具的 消除一組大於等於4顆 全隊攻擊額外2.5倍 隊伍中只有龍獸的時候 全隊血回會有額外1.8倍 那其他伏食也會兼具25%水的效果 那這是葵內賽也有一個隊伍技能 我們一起來看看 如果你是用葵內賽做隊長跟戰友的話 延長移動伏食時間2秒 水火木互相兼具50%效果 那你每首批消除一組三屬或新伏食 掉落三粒水牆伏食 消到大於等於9顆水伏食的時候 全隊攻擊又會有4倍 如果你的敵人是有急暈的狀態 葵內賽對他就會有額外的2倍 主動技的部分是CD6可以發動 引爆所有伏食 掉落獸族強化伏食 自身級身旁成員攻擊3倍 打到敵人之後就會把他急暈 那這個急暈是可以控場一回合的 不過我們來看最後一個選項 2到4個效果 會持續到你沒有消除獸族伏食 所以這邊也是一個常駐增傷吼 那急暈對方之後 剛剛的隊伍技也有提到 會再有額外2倍 也就是說這次葵內賽 就變成一個6倍的界王了 那再來是羈絆技能的部分 那這邊羈絆技能的解鎖條件 就是你有這3隻雙滿的角色 發動自身角色符石 及首批沒有消除自身角色符石的話 CD就會減1 第三個是葵內賽搭配盧斑的部分 首批消除自身角色符石會增加1康 接下來就是這個召喚師候選者初次相遇系列 也有一個專屬的練技素材 這隻素材不知道為什麼有點可愛 捨不捨吃掉的感覺 再來也會有一個全新的地獄級關卡 神通廣大的戰補術 那這一次就比較特別一點點了 他有設下一個討伐令 挑戰次數達300萬次的時候 獲得嶄新時代 也就是這個全新系列的卡夾抽卡一次 那這個累積挑戰次數是算全服的啦 不是說你一個人要打300萬次 那太恐怖了 那這邊全服累積通過幾次的時候 也都會有不同的獎勵 大家可以稍微自己看一下 那除了全服的獎勵以外 也會有個人成功通關次數的累積 那一樣你每通過2、4、6次都會有對應的獎勵 這隻比利安的話是光屬性的龍族 CD6可以發動主動技 引爆電擊符石 敵人屬性符石 以及心掉落龍牆符石 一回合內龍1.8倍 回合結束的時候 光星轉化為龍族強化符石 其實還蠻方便的吼 因為敵人身上常常會有那種 手消靜自身的技能 直接把他引爆掉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而且現在大部分龍族的隊伍技 都有龍族珠回血的效果 這隻可以大量製造龍族珠 對於龍來回血來說也非常方便 再來是競技場也會有一個新角色可以換 這隻連南希是木屬性的妖精 CD6可以發動主動技 將心木轉成木妖符石 一回合內 每首批消除一粒木 額外增加一COMBO 那你如果有到12COM的話 該回合不會扣減技能持續回合 也就是變相來說 他是一個常駐的增傷 再來是全新的雙周副本卡 獅心武術寡安 這隻盧斑剛剛也有提到 跟魁內賽是有一個羈絆技能在的 主動技CD7可以發動 心疾水附加為獸竹符石 一回合內自身擊左旁 水屬性或獸類成員攻擊5倍 然後可以無視敵人的防禦力 OK那以上就是本週GNN懶人包 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整體的焦點就是龍跟獸 大家對於這次的改版有什麼看法 或是你對於這兩隻有什麼想說的 都歡迎下方留言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